你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医院在哪里吗? 就是在这座孤岛上 孤岛四面环海悬崖峭壁 海浪打着礁石 灯塔静静地住立在那里 显得十分突兀 是什么原因让医院建在孤岛上 出入只能通过轮船 一旦发生事故 就无法及时送诊救治 原来这是一家精神病院 它之所以危险 是因为 患者都是有前科的犯人 即使他们能逃离病房 却也逃不出这座孤岛 唯一的出口是码头 有着专门的武力看守 可就是这个戒备森严的医院 却发生了离奇失踪案 找遍了岛上每个角落 却没有丝毫踪迹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联邦政府派来了泰迪和助理 对失踪一案展开调查 却不曾想在调查的过程中 事件愈发扑朔迷离 他们来到了逃犯的房间 在调查时 泰迪在角落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谁是第67号病人 随后他对所有护工护士展开了询问 发现逃犯的主治医师休假了 泰迪索要资料被拒红 恼羞成怒地回到了宿舍 在闭眼睡觉的时候 却梦到了他的妻子 原来以前他是个军人 受战争影响 有激烈的战后创伤 第二天 泰迪从逃犯的病友入手 在审问的过程中发现 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 好像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回答 只有一个女人 在支开助理后 快速地在泰迪的本子上 写下了一句话 当他询问雷迪斯的时候 却神色慌张地离开了 事后泰迪袒露过往 他们公寓的维修员 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 泰迪的妻子不幸遇难 几经周折打听到维修员 在这岛上 便主动请英来调查 逃犯失踪事件 两人穿过草地 来到树林里 不曾想遇到了暴风雨 他们躲避着沿途掉落的树枝 终于找到了一间小木屋躲雨 泰迪告诉助理 自己早就开始调查这家医院了 他怀疑岛上进行着人体实验 他试图调查清楚真相 然后公之于众 助理却告诉他 在他调查的时候 很可能已经暴露 逃犯失踪或许只是 请君入问的把戏 为了就是让泰迪主动上岛 毕竟上了岛后 想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 就在这时 狂风吹开了小木屋 一道耀眼的强光穿透了进来 他们被发现了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医院 结构复杂的病房 楼梯相互交错 一不小心就会跟人走散 而且还要注意 会不会被人袭击 这不 泰迪小心翼翼地探索着 却被突然出现的病人 狠狠地勒住了脖子 抵在了护栏上 泰迪听着病人神志不清的话 在助理赶来的时候 挣脱并且制服了病人 便让他把人送去医护室 随后一个人打量起了房间 准确地来讲 这里更像是牢房 究竟是怎么样的患者 需要这么设置病房 来防止他们逃脱呢 原来在这家医院 有着三栋住院楼 眼前这栋正是 关着最危险的犯人 泰迪和助理趁着 电力设备失效的时候 来到了这栋楼 他们伪装成工作人员 溜了进来 却不曾想 一个病人冲了出来 泰勒追了上去 追逐的过程中 助理落在了后面 将病人控制住后 泰迪起了杀心 幸亏助理及时赶到 才制止了悲剧的发生 当助理送病人去医务室 自己打量起了这栋建筑 却在一间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个老熟人 这个男人原本是个正常人 却因为参与药物实验 精神出现了异常 他告诉泰迪 灯塔正在进行着人体实验 而这里的一切 是为泰迪特意准备的一场游戏 出来后 泰迪和助理来到了悬崖边 决心查出岛上的秘密 这时二人发生了争执 他赶走了助理 直身前往灯塔 却因涨潮放弃了计划 回头却发现助理不见了 悬崖边上有根燃烧的香烟 走近后往下一看 有人躺在底下 任海浪扑打着 泰迪立马沿着悬崖爬了下来 到地下后发现前面看到的人 只不过是一个印记 却在悬崖壁上发现一个山洞 里面微微泛着火光 说明有人在那里 泰迪二话不说爬了上去 几经周折后进了山洞 而里面的人不是助理 是失踪的逃犯 在经过一番交谈过后 得知了女人真实的身份 她并不是一个病人 而是这里的医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座外表洁白干净的灯塔 里面却暗藏着无数的污垢和黑暗 只因这里进行着非法的实验 医生利用病人做药物实验 甚至是手术切割神经 只为了能够控制病人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制造一批 没有痛绝的战争兵器 泰迪原本是打算离开后 将这里的一切公之于众 就在这时 助理突然消失不见了 似乎被关在了灯塔里面 于是他毅然决然前往灯塔 却不曾想 进入灯塔后 里面的情况跟他了解到的讯息 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 没有手术室 没有肮脏的人体实验 在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里 除了顶楼的房间 有着一张办公桌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泰迪以前是明军人 退伍后留下了战后综合征 他的妻子也有精神病 以及狂造抑郁症和自杀倾向 一天下班回家的泰迪 发现了妻子在湖边荡秋千 浑身湿漉漉的 正感疑惑的泰迪 发现三个孩子都抛在湖里 是妻子并发杀了他们 在泰迪怀里 他痛哭地要泰迪帮他解脱 泰迪开枪打死了妻子 也引起精神开始失常 被送进了这家医院 泰迪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造就了许多虚构的角色 也伤害了其他的人 高层决定对他施行 脑液切断术 一种能够通过切断神经 达到控制他人的手术 为了帮助他恢复精神正常 他们陪泰迪玩起了角色扮演 在他虚构的人物和背景下 一步步引导泰迪了解 事情的真相后 终于泰迪记起了所有的事 他能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影片的最后 泰迪和助理在台阶上抽烟 医生护工走了过来 一个护工手里拿着东西 不包括下撞击传出了声响 像是手术刀 泰迪坦然地起身 跟着他们一起离开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2010年上映的电影 至今在豆瓣仍有8比8的高分 电影并没有留下一个明确的结局 也留下了许多开放性的结果 到底是一开始泰迪上了岛后 吃的药和食物被掺杂了置换剂 导致陷入被营造的故事里面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病人 还是说如同结局那般 是因为受不了妻子子女的离开 才会精神失常但是不论是那种情况 都改变不了 挚爱的妻子已经离开的事实 或许这就是到最后 泰迪毅然决然选择了做手术 只是希望能够切断痛苦吧 当然影片不只有这几种结果 感兴趣的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留下你们的看法吧